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最近浪姐3已经成功杀青 不少姐姐也在这个综艺中收获颇丰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 更是跟不少小姐姐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甚至成为了网上的CP 这无疑给了姐姐更多发展的方向 对比第二季 这一季还有团宗的消息无疑让人更加开心 最近浪姐3的另一个衍生综艺星星的约定传出路透照片 常驻阵容基本是由当初王心灵组里的姐姐组成 只不过张天爱换成了黄小蕾 一行人前往风景如画的大理 按照节目的招商PPT来看 就是个姐姐游玩的综艺 应该是让人放松的节目 不仅如此 还有人拍到了首次的飞行嘉宾 有王东城、李怡同和郑凯 加起来把个嘉宾的组合已经算是非常一线的综艺配置了 资本如此下本的情况下 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期待和关注 再加上王心灵组本身不错的化学反应 应该是个值得期待的节目 但这边星星的约定如火如荼的录制 那边团宗乐队的海边却陷入停滞 原本在计划中 两家综艺的录制时间都是8月中旬 但是就目前来看 依旧没有乐队的海边录制的消息 各个姐姐的航班信息也都没有要聚齐的意思 在这一季的浪姐3中 除了王心灵组具备高人气和高话题外 剩下的就是玩乐器的姐姐了 再加上国产综艺上有乐队题材大火的先例 不少资本也愿意投资给姐姐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资本决定就能顺利进行的 就比如这次于文文 征秀严带队的团宗 据了解 跟星星的约定定在大理这样的旅游城市一样 乐队的海边将录制地点定在了海南 但跟王心灵他们边玩边录随时可以更改不同 乐队的海边本质上还有经营类的特性 所以需要提前预定一个店面 这就导致如果遇到突发问题 节目难以做出迅速的应对 而最近前往海南的风险还是很高的 前不久不少游客被困海南还上了新闻 这导致节目组肯定没法大队人马前往海南筹备 就算节目组赶 恐怕当地也不太愿意 或许是因为场地都已经定好了 所以节目组似乎也没准备换别的城市 因此就只能推迟录制 不得不说余文文似乎延续了自己在浪姐三一贯不顺的风格 在浪姐三的舞台上除了跟宁静赢了一场外 基本就再也没有赢过 跟谁搭配都要面临淘汰的问题 每次都要经历组内姐姐被淘汰 不少人觉得余文文真的是蛮惨的 没想到毕业之后的团宗也遭遇了不顺 真的是没谁了 而宗艺其实比较怕推迟 一推迟就容易出很多问题 首先来看浪姐三在结束后 这种热度肯定是逐级递减的 如今不少观众转战批歌 对于姐姐们的关注度是在下降的 而明年又该有浪姐次出现 如果不敢在这中间将节目做好 节目很可能蹭不到太多浪姐留下的红利 其次姐姐们的档期恐怕会出现不小的冲突 这段时间正是姐姐们的商务爆发时期 不少姐姐的档期都排得比较紧凑 像郑秀妍更是没有多少待在内地的时间 如果节目推迟录制的话 姐姐们很可能只能抓紧录制或者中途退出 参考前段时间推迟录制的新游记 就不得不面临有嘉宾中途下车的难题 再者就是推迟时间的不确定 对于当地什么时候可以拍摄 选择权并不掌握在节目组这里 而且未来录制期间会不会再次出现问题 也不是节目组能预料的 整体风险是比较高的 这三个问题孔城节目的阻碍 我只期待节目能顺顺利利地开始录制 别让我们等太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